本土疫情持续增温 新北19620就快破2万 红色警戒的还有桃园9751 台北8265 台中高雄也都是三字头 但原本卫福部模型推估 11号这天将破10万例 是我们防疫成功守住了吗 还是只是高峰往后延 并没有这种要暴冲的样子 都是比较平坡还是比较坚斗 那各有它的一个利弊 台湾是一个重大的转型期 那这样把这个转型的管理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 公卫专家陈秀希 以台湾疫情走向与纽西兰相向 推估这波大流行会在6月中结束 陈时中也需新接受 推定的一个数学的模型 或是他参考的资料 我想都有参考的价值 专家们更关心的是 确诊数字背后的中重症 11号重症9例 中症60例 死亡再增8例 都是超过60岁以上长者 两人无慢性病 五人没打疫苗 当中三人在家中昏迷 死后才确诊 重症个案40多岁女性 则是糖尿病入院发现染疫 中症以上送医治疗 轻症者居家照护 五天内可服抗病毒药物 适用条件再把孕妇纳入 从国内外的资料都看起来就是说 感染这个COVID-19的孕妇 演变成重症的风险 比一般人高 特别是孕妇本身可能有其他潜在的 慢性疾病 目前两款口服药广泛发到各县市 10号开出526份辉瑞 278份莫娜皮拉维 其中辉瑞多用在医院有414份 至于确诊没药吃的儿童 只能靠疫苗当后盾 但首PBNT儿童疫苗最快16号才能运抵 原定520开打 很大可能会延后 对品牌新有所属的家长们 只好再等等 TVB新闻 张敏如宣统林一杰斯小组台北报道 约12号起 这三类人如果居家快筛 显示两条线 也就是快筛阳性的话 指挥中心说 在这个快筛世纪的卡架上 要写上快筛日期跟你的名字 接着预约医师 由医师来评估 是否确诊 还要把卡架跟健保卡 放在一起拍照 视讯诊疗医师评估确诊后 透过系统上传 确诊通报 并不是快筛阳就阳 要经过跟医师的一个视讯诊疗 那双方如果对视讯 有达到一定的公式 那就可以通报成是阳性的个案 那否则 要报PCR的检验 但要怎么找医师 视讯问诊 现阶段有确诊者 是由家人到诊所或医院挂号 询问1922则说 能下载健康医友APP 到里头绑定 填写个资 系统没合医师问诊 指挥中心统计到5月9号为止 管理中的居家隔离者 一共有7万多人 自主防疫者 23万多人 而管理中的居家检疫者 则有17000多名 染疫风险中的人数 实在太庞大 至于如果预约不到视讯诊疗 能不能直接去医院急诊 我们不鼓励不是吗 这几个人 尤其是在前面 他在居隔的人 或者在居检的人 基本上这都不能出来的 那我要再让卫生区 再来安排一次 但居家快山试剂 到处缺货 买不到怎么办 指挥中心也宣布 放宽个人 自用新冠病毒 检验试剂通关 即日起到6月30号为止 每人限一次 不超过100剂 不需要申请专案核准 就能从国外买进来 但产品效果 由申请者自行负责 而且不得贩售 否则会被罚 3万到100万元 TVBS新闻 陈鸿一红彩伦 台中台北综合报道 全台医疗院所 现在来拆检的人非常多 像是我们现在 细止的这间医院 可以看到整个现场来讲 排队的棱笼非常多 而且一天筛检量 达到800人 也超出语言 来筛检的人 从早到晚都没停过 尤其在细止 能筛检的医院又只有国泰 尽管有分流 防疫门诊 射筛 和急诊等 人潮还是很多 就有网友在脸书 社团贴文说 整整排了十多个小时 都还没轮到我 医护人员辛苦 但也看到很多长者 和坐轮椅的人 跟着排十多个小时 看了很心痛 劝大家别来了 反正就是没有断过 昨天到十二点多 也还有小朋友在外来 每天的 最近这几天 都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还是很长 还要转弯 细止国泰 爆牌多少人 附近住户最有感 因此也有网友呼吁 大家可以到 距离细止不远的 基隆社区筛检站 裁检 像是定祥里 风雨球场 开车二十分钟就能到 不用排队 十分钟内搞定 疏解人潮 我们要直接去观光医院看看 观光医院去排队救援 除了跨区裁检之外 追中心也公告 190家基层诊所加入PCR 但量能还是吃紧 诊所中像是陈建权 尔比喉科这一周 预约全满 夏尔还没筹备好 人红尔比喉科 一天九十多个名额 而以目前双北筛检站量能来说 新北18个筛检站 一天能裁检六千人 北市22个裁检站 加上最新的木炸机场防疫级门诊 一天可以筛检九千四百八十人 各地方不断增加量能 要舒缓裁检人潮 也要替医护分担 TV新闻 杨织部长会先 台报道 疫情还没趋缓 但对于洗肾的病患来说 还是得常常到医院和诊所报道 不过却有病患的家属发现 想要照常洗肾 却碰上难题 住在桃园一间护理之家的洗肾病患 每个星期要洗肾三次 但家属收到讯息 诊所要求5月10号开始 快筛因性才能洗肾 提醒家属被拖每个星期三剂快筛 诊所也能提供每剂要220元 但病患就诊还得由看护陪同 每个礼拜就要6剂快筛 一个月下来至少要24剂 以公费快筛的部分 可不可以就是这种慢性病 有需求慢性病的家属的病人 不可以领一个月够用的量 由医生来开立证明或什么 我就可以去领到这样子的数量 家属说要求快筛是合理的防疫措施 但实名制快筛数量有限制 非实名制费用比较高 一个月下来增加大约5000元的费用 也不清楚这样的规定 是不是全台的洗肾中心都已至 也就是说中央没有硬性规定 但其他洗肾中心也透露 防疫规定确实会比较高规格 只是这回家属碰上相对严格的洗肾中心 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这样强烈的规定 那么也帮助他在洗之前 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快筛的试剂 可以来用 因为是特殊的情况 总不能为了没有快筛就不行 指挥中心回应会在和医学会讨论对策 毕竟血液透析疗程无法中断 可不能因为没有快筛 延误就医 TVBS新闻无线通过 您的通常台北报导 你会是去给客人的 他在居隔 对他在居隔 药局卖神迷之快筛 还忙着送感冒药和快筛给居隔者 没想到脸书出现 有人假冒药师都受快筛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也很无言 客人跟我们回复说有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整个就吓到 对方锁定药局脸书快筛文章 在每一位客人的回复下方留言 说私讯报价 告诉对方侮辱卖500 民众还认为价钱很佛心 接着就取得一串网址 进入网页要先输入各资 接着出现商品有福尔威创快筛 亚培快筛 现场机和唾液试剂 选择数量后 输入信用卡号 卡片到期日和末三码 但最后只出现成功提交表单 没说去拿取货 或如何配送 还好他是差点被骗 他另外在私底下私讯我们 及时帮客人救回这笔钱 药师说 别家有经营脸书的药局 也被诈骗盯上 来说要卖快筛 对此行与局透露 今年度的快筛诈气案 多数是假网拍诈骗 歹徒在脸书或拍卖网站 假装贩卖快筛试剂 却收钱不出货 个人卖快筛 可向食药署检举 如果涉嫌诈气 也能报警或打165 诈骗集团看准时明知 快筛难买动歪脑筋 有药局被民众检举 说采预约制违法 药局澄清接受电话预约 是想减少民众排队群聚 现在挂出公告 表示韩行取消预约 业者问过北市卫生局 说没违法 但未来将改现场排队 要平息争议 TVA新闻周中旧同学会调不到 写错了之后到时候有意料不实 变了是很多的责任 或者是说 我们没有填好 我们填错怎么样子 现在都是这个责任 都是在确诊者身上来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背负呢 想填的仔细 却无能为力 说的是自填异调这件事 像A先生 小孩读私立中学 国一住宿生 确诊后自行回报 得靠家长帮忙 还发现一堆漏斗 孩子已经身体不舒服了 那孩子也不可能去填这些东西 学校就是说也是请家长 询问家长愿不愿意提供 可是家长有的愿意 有的不愿意啊 那是不是就会造成了黑素 因为同寝室也算同住 光在自主回报医疗系统 密切接触栏位 除了姓名身份证 还得填生日 手机和地址 但要有这些个资 都需要对方提供 不给根本 无法填报 加上5月8号开始 隔离匡列范围更改 住宿学生同寝室 比照同住亲友 但匡列人数限制10人 A先生小孩来说 室友就超过8个人 如果还得填同住家人 栏位根本不够 只怕黑素会越来越多 如果真的有跟他家人 接触先前家人 宿舍部分 那学校教育局那边 他们都会给他快筛啊 也会去安置 所以是学校的部分 都可以学校处理 10个部份 目前在针对这个数字 还会再去引申啊 未来表单可能再更改 另外北市停课标准 九宫阁规范再加一条 如果脱口罩超过15分钟 班级可暂停实体课 比较符合实际状况 TVBS新闻 中文的黄静瑩特别报道 林先生又急又气 在急诊门口情绪激动 孩子发烧无力 在家快筛阳性 基隆市府公告 三家医院有儿童 看诊快速通道 他带来三种 却被拒于门外 急诊室外也有牌子 写快筛阳快速通道服务 但林先生指控护理师说 没有小儿科的医师 没有儿童快速通道 让家长很气愤 怀疑是没找人 透过关系 才会有差别待遇 院方派人了解 最后替林先生的孩子 採检看诊 而市府回应 儿童快速通道 是提供分流 加速服务 但不要误会 以为不用排队 还是需要一些 等候的时间 棉棒戳鼻枪 小弟弟嚎啕大哭 因为姐姐的幼稚园 同学确诊 这是前台联台 男士党部主委 陈昌辉的女儿 陪孩子居隔 才领到一季快筛 跟公所反应 却说他们已经领三季了 小孩只有一季 大人没有半季 请问这一季 我们是要小孩子 跟大人共用吗 市府回应应该是忙中出错 纯昌会一家被匡列 在5月7号前的救治 总共可以领到5季的快筛 X4季会补发 我们只领一季 只领一季 结果你给我登录的时候 我大人已经领三季出去了 台南确诊者居家招呼 第六天领到防疫包 有体温剂酒精 就是没看到最重要的快筛季 但他可能不清楚 现在居隔者才会有快筛 高雄也一样 确诊就是七天后解隔 隔离的家人才需要快筛 确定有没有染疫 TVBS新闻 刘新葵 顾手昌 台南基隆综合报道 眼前穿全套防护 一一代N95 里面再假一层一流口罩 外头防护面罩保护 是在医院协助快筛阳性民众 PCR裁剪的医师 汗水雾气闷热天气 一天下来 我们所有一线人员 都是这么辛苦这么累 现在几乎每家医院诊所 能PCR的 外头都有这样一条长长人龙 过去女团 星星月亮太阳的成员 胡小金 快筛阳性 去排PCR等4.5个小时 当她看到医生 护理人员那瞬间 她好揪心 我们的医护人员 要承担这么多的 里面的外面的心理的人数的压力 坦白说我心里面是 很心疼 有甘忧 我们还没到这波疫情高峰 各家医院的急诊里头 医护都愿意 跟到最紧来帮忙 但有时他们会开玩笑说 好像去诊了 就解脱了 就不用碰上 不理性民众的谩骂了 这是去年疫情爆发 医护们一天忙十几小时 脱下防护医那刻 而今年几天前 包含亚东医院战神台姐 也发问说 重操就业 该来的还是会来 来吧 我们准备好了 每间医院外 从清晨到半夜 可能都有人 当然有人排出火气 飙骂医护 每天真的太忙碌了 任何会人员都讲 我只有一个人 两只手而已 我没有办法 像八爪装一样 有八只手 我们在这边呼吁 你挤压的是别人的生命 护理师工会的预风说 他们听到最严重的一病比 有到一比二十九 专则病方护病比 从原本一比五膨胀到四倍 一个护理师同时照顾二十人 别忘记 他们身穿厚重格了衣 不能喝水吃饭擦汗 同时有人还陆续确诊倒下 我们将迎战疫情高峰期 觉得辛苦不满那瞬间 记得 没有医护愿意如此 多先体谅 不让他们的防护装里 流汗水 还流泪水 DVS经文 王兴唐 任何台北报道 全身包紧紧 仔细确认每个检体 这是疫情下 医检师的日常 但现在不少 站在第一线的医检师 越做越无力 因为立委 因为立委爆料 要给医检师的奖金 怎么变礼金 我说台大的部分 要他们有发了 中秋节拿来当中秋礼金发了 这样明目有符合吗 我们会去个函 请医院的尽快的播放 我们已经播下去的这些奖励或者是津贴 连证实中都说要搞清楚 乱用就法办 根据立委统计的资料显示 三总约七千万的奖励金 已经核销到去年八月 但只发到去年四月 辅大医院核发了一亿 医检师去年六月后就再没拿到 台大医院的一点五亿 目前只发到七月 但台大回应 去年八到十二月的医检师奖金 今年一月跟三月才入账 医院半年才整合一次 因此同仁可能要六月份才拿得到 中修奖金是各部自己发放 没有拿到奖励金 但问题可不止这一个 去年七月 医检师工会就发文给卫福部告知 有四成的机构没有照规矩发奖金 桃圆医院的医检师 还是收到院长的道歉信 说因为疑似或确诊的病例认定问题 今天还在反复审核中 很多医检师超时加班 但是却又苦等不到 所谓的筛检补助金 没拿到奖励金的 然后就越做手越软 那有的甚至就 很希望自己再干脆就感染 医检师心灰意冷 因为不管怎么说 辛苦的奖金就是没有进到口袋里 TVBS新闻刘利雄伟家席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